最近不僅天氣冷嗖嗖 加上陰雨不斷的日子 讓衣服總是曬不乾呢 濕濕的衣服穿出去 還會散發出惡臭味 如何輕鬆對抗濕衣服 就讓我來告訴你吧 1.增加脫水時間 當洗完衣服後 可別機針拿出來曬 再次按下脫水按鈕 可以有效縮短晾乾時間喔 2.善用電風扇 電風扇可以增加空氣對流 又能避免石器聚集 找一個通風的空間 用電風扇吹衣服 就可以讓衣服快速變乾 3.將衣服敞開 將衣領力氣 讓衣服以最大面積露出 可以加速內部空氣對流 達到風乾效果 每件衣服間隔至少一個圈頭大 也能使水氣更加散出去呢 以上三招 讓只有兩件衣服的邊邊 也能每天穿香香的出門唷 今天要用電風扇 都要用電風扇 就用電風扇 又用電風扇 就用電風扇 用電風扇 今日可以用電風扇 用電風扇 可用電風扇 可以用電風扇 對流行電風扇